到今天共产党那群魔鬼 官员大大小小官员 包养几十个几百个 我操的大爷 你包养妓女 那不都妓女吗 什么小三小二的 说白了都是妓女 大家记住 包养完了哈 哎呀还写日记呢 啊 共产党有个官员写日记不要紧 把女人跟每个女人 睡完上房 睡完感受才写出来 还把每个人的阴毛贴着 每一页上贴着 一毛给你都粘贴上 哎我操的大爷的 你说他变态到什么程度了 每次跟哪个女人性爱 多长时间 什么感受都写上 然后呢 这个日记写完了之后 还把每个人的阴毛 粘上 哎我操的大爷的 多他妈恶心 你想想 这共产党这群种族 这什么玩意儿 全是走共产党 走毛思想路线吗 啊 共产党不就光荣传统 带带传 共产党不就有好口号吗 光荣传统带带传 什么光荣传统 就毛邪叫流氓思想的光荣传统 为什么上台一个走毛思想路线呢 他不走毛思想路线 他怎么干毛这些流氓成性的事呢 啊 是吧 是吧跟毛学呢 你看毛不就是吗 玩弄女人 玩弄的女人记上名的六千来个 没记上名的 还有很多 啊 强奸 啊 玩弄幼女 恶事做绝 得不到的 哎就弄死 最后大坤子被那个吉林方光光棍伐木工给强奸 轮奸之后大坤子疯了 在毛时代 王大命三反五反 争死那么多 啊 家破人亡 妻离 啊 妻离子散 哎呀 这真是 那时候这是大封人院呢 那个时候真是病态年代 大封人院 到现在还有很多老人 那些老鱼草的 老不死 还不赶紧死 还在洗脑他的那一代呢 哎呀 大尾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要感谢毛主席 他的下一代也被他洗傻了 也被他洗的猪了 我操你大爷 你作为一个人 你生的孩子 给你共产党家当猪 当奴才 人家共产党家那那伙人呢 那群人呢 那群小魔鬼呢 那群老魔鬼呢 人渣 人家轮流着装 知道没 大家想想 共产党就那小撮人 人家轮流着装 你孩子干嘛 接什么班 哎 哎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 接什么班 接敲大份 杂钢练铁 哎呀练钢 累屁股 还 啊 你就接这两班 当看家库院主 给人家看门 当保安 当门律 你就接这两班 给人看停事房 天安门站岗 给毛看停事房 你 中国老百姓的儿女 接着班都是 哈 哎 敲大份 哎 练钢 哎 当工人 哎 当农民 然后呢 给人当看家库院主 给人当门律 我操你大爷 你恶不恶心 啊 哎呀 雷扬知道共产党的大的惊天秘密啊 可能跟着小领导 那跟着领导 跟上面领导 闹别扭了 哎 闹别扭 可能带着小威胁的口语了 弄死 还敢威胁我共产党 弄死 雷扬弄死了 你要说天安 你怎么知道 废话 不知道更大的惊天秘密 能把雷扬弄死吗 谁能弄死 弄死了 就是现在我警察不对就责任 为什么呢 这不就中央高官吗 不是中央高官 可能啊 啊 一手遮天吗 是吧 下面也当然一手遮天现在 不光雷扬这一个案子 共产党一手遮天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太多被冤死弄死的了 张志新临着 那不都是被活活弄死了吗 啊 等等 太多了 就包括这些年抓这些良心犯 政治犯 有多少被共产党弄死在监狱里的 只要声讨他们提皮皮意见了 就抓起来 那我说这些 有些人好 害怕了 天啊 那我害怕 那我不推动了 我被弄死 我操你大爷 你不站起来 你也是等死 共产党转金就吃死你 这种雾霾都带军了 毒死你 长江黄鹤水都污染了 他喝死你共产党不报哦 长江黄鹤水早就污染了 你喝的自然水早就污染了 知道没 傻逼缺祸 我更多人站起来 声讨共产党 我们不需要说 哎呀我们去一个两个人组织几个人去跟他拼冲 你先不到时候 你先把银行钱换成美元取出来 这个地方不给你换 你到别的城市 总有哪个城市给换 你到哪个 然后你把银行钱换成美元 取出来 必须取出来 然后你奔走相告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便把二女送你当兵 这都是办法 不需要有什么流血牺牲 我们呢 不单唤醒 而且我们要 呐喊 那现在一些民主国家呀 一些自由民主的人士 包括外国政府 包括外国的自由民主 外国老外都在关注中国的民生 关注独裁国家的这个中国的人的民生 我们内应啊 内外加些 让共产党现在已经是内右外坏了 啊 现在这么多起来反抗的 他已经抓不过来了 只不过是把那些啊 推动民主啊 走在最前沿 冲在最前线的都抓去喝茶 然后比供 我也去比供光 弄在审讯室里 弄在审讯室里 审讯室里都有那个摄像头 都跟公安部有联网的 连吧 我操你大爷的 连 跟着没 哎 我说抓 我就告诉那警察抓 我以进共产党监狱为荣 当 宋华 儿女 有更多参与 站起来参与唤醒 敢于跟共产党 做斗争 推动这个国家 进步 以进入共产党监狱为荣的时候 共产党就灭亡了 就离灭亡不远了 他的死刑就到了 王启山这个老流氓 你们这群魔鬼 啊 你们住在中海中南海里面 有老百姓的儿子 你替你们拔岗 站岗 当看家会员狗 啊 你让强在老百姓的房屋 强在老百姓的土地 相争 怎么不拆你中南海啊 怎么不拆你毛厅师房 人民大会堂 啊你把核废料又引进来了 引进来了 你怎么把核废料安装在你中南海 我操你血跌的共产党 大家还不明白吗 这共产党什么组织吗 到现在还不明白了 你又脑残 知道没 你就是猪 你猪狗都不如 猪他们你为他长大 你呢还在辛辛苦苦 挣钱还在给共产党大税 你要出来 天啊 我现在没给人打工 我不大税 错了 你吃个拉萨 东南大税 你用水 用水高压水 你用电高压电 电那么大水 纳水 水那么大水 纳水 你上超市买不来的东西 买东西 超市的东西都还费 你上厕所 你用没有冲水 冲水纳水 所以说你吃个拉萨都在纳水 你上超市里 上商场买东西 商场的超市里东西都还费 而且很高 都在纳水 人家美国 自由民主国家 收入那么高 比中国人 多 比最低层的人 真多几十倍 知道没 人家消费都比中国低 前段时间有段视频 菜肉价都比中国便宜 多什么恶心 想想 人家一个月挣什么三四万 咱们中国人一个月还有挣一两千块钱的 说给你扣你到哪去打工啊 他说给你交保险 交保险完了 就剩一千多块钱 一千来块钱 哎 你挣一千块钱 跟人家挣三十万 消费的比他还高 你说你恶不恶心 你说你是不是猪奴 你还不暂且反抗 我操你大意 记住了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我反对着共产党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我反对共产党还怕怕什么 如果这个国家能有更多的人以进入共产党监狱为荣的时候 你推动这个国家民主啊推动这个国家进步 你进共产党监狱为荣为荣的时候 共产党死期就快到了 我希望哈 记住了 咱们不要怕越来越多的人都觉醒 共产党抓都抓不过来 他抓谁 叫他抓吧 我们就我就告诉那警察 我已经公产党监狱为荣 当中国有更多 为推动这个国家进步 在中国人 你进入共产党监狱为荣的时候 你这个共产党 就灭亡死期就到了 知道没 不要怕 怕死也得死 中国这么大面海域 连小鱼小虾都是摄食品了 海洋里面都没有东西了 我不都说了吗 水也污染了 水也污染了 土地也污染了 很多地方地下三千米排下排放那个化学污染水 上面就种粮食 这简直是太邪恶了 这共产党奸商勾结啊 这简直是钻子绝尊的做法呀 知道没 怕什么 你再看一次有民主国家啊那天再蓝再蓝啊 有很多人觉醒他能钻得过来吗 我唤醒更多我就要唤醒更多军人和警察是最给力的办法把枪口直接对准共产党 警察也是老百姓 警察也是老百姓在很久之前好多群友就哎呀一天跑我圈里歇斯滴滴的哎呀天你确实有卧底有国宝我操你血跌你给我闭嘴你别在这吓唬人国宝怎么的 国宝也是老百姓警察也是老百姓 他不想他的将来他的后代代代都有人权有尊严的活着吗他不想将来他的儿女 也是能竞选上总统吗 他不想这个国家 人人都医疗免费他也跟着医疗免费吗 想 所以不要怕 越怕 我跟你讲 哎 你越死的快 你越不怕 死的越慢 互联网时代就是这么个节奏 你越怕死就看我操你大爷的知道没 互联网时代 子里包不住火 哪一个民主人士被请去喝茶 会有很多网友马上声援 啊哪个地方拍手抓捕的声援 然后声讨那地方恶景 声讨那地方抓捕的拍手 把他们记上黑名单 谁抓捕的地步记上谁 将来清算 所以说 告诉他们 这个国家 推动这个国家进步 走向民主 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包括你警察 你不能看着共产党这一群魔鬼 控制这个国家 打想杀这个国家 同胞 那么你看着下一个就是你 推动民主对你有也有好处 知道没 傻缺祸 我上拍手就这么讲 推动民主对你们有好处 难道你们不想任意 你们不想任意 要免费吗 你们后代 也 有罪严的活着吗 啊 当然想 得明 我那天被请去喝茶 有一个女邪警 他就说哎呀 我真佩服你 真的 那个小警察出去拿东西 他我就我和他俩在屋里 因为为什么要带要配一个女邪警呢 因为要给我弄下面审讯室必须的跟上一个女邪警 在旁边 下面有个水运室 一进去之后我坐在一个凳上 他们在对面 水运室四面都是摄像头 啊 然后讲 我在网上怎么说就怎么讲 啊 啊你发什么贴怎么怎么发习近平的什么 不可能撒娇怎么怎么的 我说当然了 那中央那群魔鬼他们都是一窝的 蛇属一窝 到现在来讲他们杀哪一个共产党不亡 他都会与此网破的他亲属都知道共产党更大秘密啊 他在国外都有亲朋好友啊 杀如果他们杀了他们就会给 共产党更大的今天秘密抖了出来 有脑子人一思考 你就别人明白 为什么注意重要的高官啊 去那个 周永康等 江泽民 他不会被杀呢 他知道共产党更大的今天秘密 他不会被杀 杀了他们就会与此网破 第二 共产党还有更大的今天秘密 一薄瓜瓜先是美国国籍他不敢随便撒美国人共产党就是个子老虎 他都认美国人试试 都认美国人美国政府可不怪毛病 美国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 每一个公民 都受 政府保护都受这个美国国家 保护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公民 都是供养政府 都是政府的 一世父母 那 政府呢就是 人民的服务员 所以说在最民主国家 老百姓是有尊严的活着的 是吧 可是共产党呢 他只在乎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发达国家那些 同胞他在那设立什么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干什么的就是共产党所说的特务机构 特务机构专门专门为共产党唱唱歌的 然后洗脑那个民主国家的一些 这个华侨的 哎呀到时候他们有机会美国的孔子学院就是被叫停了 啊又在组织组织集会了组织华人集会 哎呀替共产党唱唱歌 洗脑 这会儿美国给那个孔子学院交停了 这个孔子学院那个共产党多邪恶 他却不在 朝鲜呢 啊 叙利亚伊拉克那样国家设立孔子学院他为什么他也不在乎 那种穷国的地方 他不在乎他在乎共产党这个组织就是个欺远怕硬弱肉强食 他 也在乎在自由民主国家发达国家那些华人 哎 啊洗脑他都拥护他你看海外华人都拥护我拥护共产党 啊 你看那那个印尼大屠杀 印尼大屠杀撒中国华人的时候共产党不管 那些华人往中国大使馆去逃避难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竟然把门关上大门关上 韩国大使馆把大门敞开让那些华人中国华人跑去避难 后来美国派航母去把那华人都接走了华人上了美国航母说时候就高喊口号 另做美国狗不做共产党的猪啊 你在中国当兵和在美国当兵 他不一样的美国的军人是为正义啊而出征出战 中国的军人是为什么 为共产党卖命啊 让了进部队就给你洗脑党班配运 洗的最后人啊都洗傻了 十八九岁进去懂什么洗吧关门打狗关门训狗 啊上部队有那亲民进去就挨揍我啊 瞧瞧你啊 关门训狗然后呢手机进部队有那都不要你登录微信不要你上乱乱上网啊 好管理啊 训你啊 那我二大爷呢是后行 那我二大爷跟着部队走的时候我奶奶在家里 天天晚上不睡觉啊 坐在窗跟前盼望 那时候农村的窗都是紫糊的白紫糊的 哎 然后用手啊把那个紫啊 整个小洞 顺着小洞啊就望外望 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什么时候突然的回来 怕儿子牺牲 结果呢 把两个军人把两儿子送去当兵 为共产党卖命 结果呢 怎么样 到了文化大命还给爷爷奶奶平为反个命 这就是共产党你 利用你还杀你 利用你还整你 逗你 这个邪教共产党 太邪恶了 知道没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 大家 啊有做会做音频的把我这个今天的 语音全部做上音频 做上音频各个群转发 要我每个群都去转发的话我会很累的 知道没 啊 希望好友 啊 这个帮忙做个音频 知道没 琉璃别捣乱 还让我去CCTV讲 那央视是替共产党唱战歌的大裤裆呢 你看那大楼设计多形象 我操他大爷的设计师我太佩服他 大裤裆哈 白天大裤裆里面女主播 男主播替恶党爹唱战歌 晚上就陪党爹 睡 哎呀一个女主播睡十几个高官 男主播就陪党爹老婆睡 哎呀我操子大爷睡个稀来 搞稀来 上下搞算圈搞 搞稀来 那人民日报呢就是男人大升职器 还在大楼设计的 我操他大爷的 这两大媒体 一个是大裤裆 升职器 一个是男升职器 你那个大裤裆就代表女人 我操子大爷的 那大裤裆裤裆 替恶党唱战歌唱 啊 这回叫他们唱 臭名远洋了 中央央视已经是臭名远洋了 知道没 哎 现在来讲 谁去央视做主播 谁都是哈 啊丢人 真的 最下践的工作就是在央视做主播 在人民日报做编辑 啊 做记者 全是下践的户 全是些哈 啊 人渣 知道没 中国如果没有那些 人渣替恶党拍马屁 所谓的知识分子啊 其实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智商的猪哈 大人有点智商有点人性 都不会替恶党唱战歌 知道没 你看那些 啊 央视主播 各地方电视台主播全是妓女 男鸭子 全是些垃圾 知道没 没有好东西 没有这些人替恶党唱战歌 天天洗澡人民 你说共产党 他玩的钻吗 就那一小撮儿 就那一小撮儿 直接给他卸发了 厌死他们了 知道没 不帮人 帮他们 一小撮儿 也没玩 跟 对 有些优稿